实习生偷情我的男朋友上司 不仅剽窃我的作品还让我扫地出门 我扔下证据当场联系董事长 把这两人全部扔出公司 一许晴 李诗雅踩着那双高跟鞋 几乎是扑在了我的身上 我皱着眉头 看着这个一点都不稳重的小秘书 在内心给他的工资评定狠狠地记下了一笔 怎么了 我 我们公司被告了 说是涉嫌剽窃 对面指明道姓的说 是你抄袭了他的作品 他因为跑步有点气喘吁吁的 但还是说完了整句话 我本来就皱着的眉头瞬间卷得更深了些 这种维权的是一般要消耗不少的时间 且抄袭和借鉴过渡一直是个争议很大的话题 如果不是有十足的把握 一般人不会做出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我立刻甩开步伐 推开了公司的门 里面的人围了一圈又一圈 似乎在讨论着什么 一见我来了 立刻都散开了 中间站着的 是之前来过一段时间的实习生 周诺 我有点奇怪 记得他应该已经实习完回学校了才对 你今天没课吗 怎么到公司这边来了 周诺是我一手带过的徒弟 一个985学校的本科生 因为他态度认真 也努力 我一直很喜欢他 他实习完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还总跟新的实习生提起他 他盘着手 一反之前虚心好学的样子 醋眉眼神中藏着几分厌恶 哎呦 我们的剽窃犯来公司了 还好意思跟我套近乎呢 我是不是该给你不要脸的精神鼓鼓掌 说着他还真鼓了几下掌 然后从座位站起来 把桌上的纸往我脸上一扔 我往后退了一步 那些纸哗啦啦的掉下来 写的全是顶尖设计师抄袭研究生作品 上面的图片正是我之前设计过的一栋建筑 那是一型建筑加半开放的设计 之前周诺问我透明材质相关问题时 我专门拿这个作为例子跟他讲过 我不敢相信的看着他 你拿我的设计去参加了比赛 然后现在还以此来告我剽窃 哎呦被发现了就烦咬一口 真不愧是你啊 许大设计师 周诺的声音本来就尖 再加上那阴阳怪气的口吻 气得我操起手上的文件夹就想打他 周诺根本不再怕的 我的手距离他还老远就被一把抓住了 许晴 我看到面前的人 顿时冷静了一点 他穿着黑色的西装 带着一条漂亮的礼带 那是我送给他的礼物 杨磊 我不过是想吓吓他 不会做出冲动的事 我想把手拿出来 在心里也有点懊悔自己确实有点冲动了 居然在男朋友面前做出这么不雅的事 但我没能把手拿出来 杨磊把我往后一甩 然后狠狠地推了我一把 我没站稳 往后连推了几步 腰撞在了柜子脚上 疼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别叫得那么亲密嘛 你的杨总现在可是我的男朋友了 周诺从杨磊身后探出头 一脸的幸灾乐祸 我猛地抬起头 连腰间的疼都顾不上 睁大了眼镜看着杨磊 你背着我和其他人搞暧昧 许晴 他连一丝动容都没有 达菲索问道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抄袭别人的作品 还动手打人 我刚认识你的时候 你明明和周诺一样 又干净又温柔 我想不明白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的 我听着他语气里那虚伪的怜悯 心里又难受又耳性 杨磊 那图我是当着你的面做的 是你亲眼看着我做的 我越说越大声 声音里都有些嘶哑 他摇了摇头 你是抄袭周诺的 那是我亲手做的 从草图到完成稿 你明明看到了 我看向办公室里的其他人 眼里因为生气而带着泪 你们明明都看到了 整个办公室的人纷纷回避了目光 没一个人坑气 我一瞬间觉得孤立无援 想说的话直接就被掐断在喉咙里 对面公司现在要赔偿金 我们不能因为你一个人背负这么大的债款 他让了让 我原来打扮的有模有样的办公桌被强制清空了 有一大部分的物品在地上的纸盒里被挤压的变了形 还有几个带着纪念意义的东西被砸得稀巴烂 直接丢进了垃圾桶 经过讨论 我们决定将你辞退 快走吧 剽窃犯 周诺把纸盒往我面前踢了一脚 我们公司可丢不起这个人 我有些无措的再次看向杨磊 杨磊 真的吗 我们证据足够 绝对可以打赢那场官司 你不用这样 许晴 他打断了我的话 别给脸不要脸了 行不行 在那一瞬间 心里为他找的借口全部都灰飞烟灭了 我收回看着他的目光 楚行雨 你是我一手带到现在的 他抬起眼紧紧扫了我一下 就立刻缩着脑袋回去做图了 胡叶 当初出图的时候 你还肯定过我的提案 他大气都不敢出 把键盘敲得直响 行 我没去拿那堆被回收的稀巴烂的东西 杨磊 算你狠 我走 现在还说狠话呢 到时候赔不起钱 可别哭着回来 求我撤销诉讼啊 周诺在我身后笑的放肆 我闷着头往电梯走 不愿意让他们看见自己的眼泪 突然身后传来脚步声 是高跟鞋在地上摩擦的声音 李诗雅刚刚怕是没敢给我出头 这个时候倒是追了出来 许晴 许晴 诗雅 我有些无奈 穿高跟鞋不可以跑步 会扭到脚的 许晴 他看我一脸的眼泪 连忙想拿纸 半天没拿出来 只能低着头笨拙地安慰我 你 你要是什么困难可以找我 我会尽可能帮你的 杨总那边 我劝劝他 他应该就是一时太生气了 李诗雅 不用了 你赶紧回去吧 不然他们会针对你的 我用手一抹眼泪 快回去吧 他愁愁了半天 还是一步三回头地回了办公室 我知道他不能丢掉这份工作 而我也不可能再回这了 按而 我打了个电话 就站在路边发呆 恍惚间感觉就像是做了一场噩梦 梦醒了 杨磊就会潇洒地把车停在我身边 摇下车窗 打去道 许大设计师 上车楼 我和杨磊是在家居建材连锁店认识的 他看中我对房屋构造精准的把握 就引荐我去了他的公司 那时候杨磊的公司还是一家小公司 因为设计不出彩 加上没什么名气 整体销量相当惨淡 当时他信誓旦旦地说 他一定会把公司做大的 他有这个决心 于是我找遍朋友 让他能得到最好的宣传渠道 在各大网站上招人 在一步一步把一个个新人带成能独当一面的设计师 记忆中 杨磊除了抱怨工作上的困难 一碰到挫折 就希望我找人帮忙 他从来没有尝试过分担我的压力 反而总是我在他接不到顾客时 把自己的客源引荐给他 可他一点都没有吃软饭的意思 还总认为公司能有今天的成就 他杨磊功不可没 但我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了他所谓的面子 给足他安全感 不惜以贬低自己来提升他的自信心 或许就是这种没有底线的信任 当他把周诺带到我身边的时候 我才会连一点怀疑都没有 就把他当作未来公司的栋梁 倾囊相受 鼻子又酸了起来 我死死地咬住嘴唇 看向天空 不让眼泪掉下来 小晴 一辆车停在了我的身边 陈南从车里探出头 顿时就皱起了眉头 这是怎么了 我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拉开车门钻了进去 直接放声哭了起来 一路上因为我一直在哭 陈南也不敢问我咋了 只能一边开车 一边和虚空做斗争 把可能惹我生气的人都骂了一遍 眼见着陈南把车往家里开 我连忙拦住了他 舅舅 我能不能先去你那待着 我不想回家 小晴 你还在跟你爸闹脾气呢 我点了点头 他叹了口气 那你现在就就家住吧 正好最近公司忙 我也不常在家待 你一个人也自由 随后他很认真地跟我说 但是等你想明白了 就要回家去 跟你爸妈好好谈谈 听到没 不想和妈妈谈 小晴 我只知道你不想接受新妈妈 但是秋姐她已经走了快15年了 陈南眼里闪过几分惆怅 你爸爸一个人也不容易 秋姐走的那几年 他看着就老了 酗酒抽烟 几次想要自杀 直到你新妈妈来了 他才有好转 你得体谅他 我乌叶着不说话 陈南叹了口气 什么都没说 开车把我带回家了 2 第二章真相大白偷情男女纷纷入狱 3 隔天 本来因为生闷气 什么都不想做 但是一想到周诺那副药武扬威的样子 我还是动身联系了律师 就算没有人证 也不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就把剽窃的罪名盖到我的头上 然后开车去周诺的学校准备收集一下物证 巧的是他学校刚好在办毕业展 我很顺利的就进去了 之前他还没毕业的时候 我就和他们导师有过联系 想再找到他不是什么男士 哦 你问上次那个比赛的事啊 老教授一听这事 立刻就笑开了花 周诺那孩子真是聪明啊 也没找导师指导 自己就做出了那么优秀的作品 我可以问一下 他大概是什么时候提交的作品吗 这个啊 你让我看看啊 说完他不紧不慢地开了电脑 然后调出了和周诺的聊天记录 把电脑推到我的面前 找到了 就是这 说起来 周诺当时是压着底线交的作品 我都以为他是随便做个作品 混一下 没想到完成度居然那么高 真是有天赋啊 这孩子 那可不 我在内心也余 抄来的东西当然简单了 拿到了关键线索 我把拍摄下来的东西 传了一份给我的律师 就在低头打字的时候 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哎呦 许晴 怎么 没有设计灵感到这种地步 都追到我学校来抄袭了 周诺故意有些大声的来了剧 旁边跟着的女生抱着一大堆东西 有些手忙脚乱 我把手机放进包里 你们学校既然对开开放画展 本来就是让业界的人士来观看剑赏 按你的意思 这来来往往这么多人都是来抄袭你周诺的作品的 别人是怎么我不管 你肯定就是来抄袭的 周诺的声音更大 时不时就有人往这边看 怎么吵起来了 有个学生说校外看画展的人是想抄袭他的作品 顿时有人笑出了声 以为自己多牛啊 还抄袭他的作品 这人谁我都不认识 旁边人的议论见大 甚至有人拿出手机开始拍照 周诺旁边的女生邋遢 周诺 算了 我们走吧 走什么 他就是想抄我的东西 我又没错 他这一吼 旁边人的闲言闲语就更多了 那就麻烦你把你宝贝一样的作品藏起来 或者好好看看艺术楼的监控 看我有没有去你们的展览 丢下这句话 我也懒得继续和他争执 直接就往门口走 四 我还没走到门口 就看见一个女孩追了过来 你好 怎么了 我并不认识他 对他突然拦我的举动感到莫名其妙 那个 您是最近和周诺准备要打官司的人吗 他小心翼翼地问 看样子是个很内向的女孩 我想跟你说些事 周诺那个作品是抄袭的 我和其他室友都能作证 他有说过类似的话 我给你看 他翻出手机 上面有周诺和他们需要自己白拿一个奖项的事 甚至还有他购买毕业设计的聊天记录 他的帮助简直是雪中送炭 但为了避免伪证的可能性 我还是追问了一句 你这从哪来的 又为什么告诉我 周诺因为那个奖项拿了很多分 直接超过我成了我们专业唯一的推免生 而且他还逼着我帮他买毕业作品 就是怕他父母查他手机发现了 他明显对周诺积怨已久 语气都扭曲了起来 到时候你需要人证可以来找我 我反正也不能保送了 他也别想好过 我点了点头和他交换了手机信息 最后我回家把自己有的信息一整理 全部打包发给了律师 忙完了这件事 我却还是不愿意停下来 公司的事就像是一根刺 只要我开始放空自己的思维 他就一点点的钻进我的脑海 提醒我当时我有多么不堪 亦或者是这些年的感情有多么的脆弱 无 于是我在舅舅名下的公司 开始了新一轮的工作 在这期间 舅舅也一直劝我 还是回家和父母联系一下 我总是应付的说好的 但是最后也只是和父亲联系 潜意识让我觉得 新来的妈妈就像是周诺一样 夺走了我本该拥有的幸福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没有人通知我上法庭的事 但随着时间慢慢过去 我也开始把那件事 藏在心里的最角落 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竞标 公司肯定我的能力 专门推荐了我作为设计代表 参与会议 我早早就来了会议室 准备了充分的材料和想法 信心满满要拿下这次策划权 会议室的门响起 进入眼帘的是两个熟悉的身影 周诺和杨磊 我当场就愣在了原地 他们似乎也很惊讶 不明白我怎么会在这 没想到啊 许晴 这么快就又帮上大款了 周诺先开了口 主办方正好听见了这句话 顿时看向我的眼神就有点怪异 我把资料在桌上敲了敲 没想到现在法律都这么完善了 还有人玩诽谤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呢 随后我大大方向主办方点了头 然后伸出了手 你好我是金轩公司的设计代表许晴 主办方看我对刚刚的话不为所动 也冲我认可的点了点头 回握了我的手 你好周诺的话被我不动声色的对了回去 脸色顿时就有点不好 杨磊也赶紧上前 落储公司杨磊 杨磊之前都是副手 这次突然成了设计代表 明显很紧张 连流程都是现抄我的 主办方似乎不太满意 杨磊的初步谈话 撇了撇嘴 点了点头 这次我们是迎合最近政策 打算在即将开放的旅游景点 建一个有代表意义的地标 不知道两位有什么意见 杨磊想抢占先机 慌忙站起来 我们这边的想法是采用 当地洪凤的特色做一个异形构筑 他把草图放在桌上 一边说 一边还要看两眼纸上的内容 等他说完 主办方看向我 这边的想法呢 虽然我不知道洛楚的设计代表 从哪调查的资料 我描了两眼杨磊桌上的纸 语气里都带着笑意 但明显是不符合当地的民俗风貌的 当地以保存良好的特殊地貌为名 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且还有未被人工侵占的沼泽湿地 对面一个都没提到 却采用了这种不知来路的资料 作为设计核心 杨磊本来就信心不足 被我这么一说 更是手脚都不知道往那放了 周诺瞪着我 如果可以 估计他现在就会来撕烂我的嘴 我侃侃而谈 不仅条理清晰地 把杨磊的设计讽刺得一文不值 还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方案 每一个都把材料构造 落地的情况讲得相当清楚 我一番演讲下来 主办方忍不住鼓起掌来 甚至激动地站了起来 好好 主办方一个年过半百的中年人 此刻却激动地鼓红了掌 真是精彩 太精彩了 这才是我想要的东西 然后他看向了杨磊 落储文化我记得也是个不错的设计公司 怎么能提出这么幼稚的设计 我真是看走了眼 才推荐你们来参与这次设计的竞标 然后他挥了挥手 好了 几位还请回吧 我要和许晴小姐好好谈谈后续设计的事 大仇得报 我得意洋洋的在他们面前插着腰 杨磊本来就是受不了一点挫折的肿 此刻依附丧家狗的样子 周诺没动 您可不能采用他的设计啊 他故意做出惊讶的样子 您没听说过吗 他的作品涉嫌抄袭 这次肯定是不知道从哪巴勒的作品交过来 就是重提 办公室里景象再次出现在脑海 我气得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周诺 你少血口喷人 周诺一脸欠揍的笑 你没抄袭 你急什么 不是我说 这种有过抄袭案底的设计师就应该被封杀 或许是我太激动了 反而让主办方相信了周诺的话 犹豫再三 他推了推眼镜 上下打量着我 许晴小姐 真是抱歉 这种风险我们可承担不起啊 明明是子虚无有的事 三人成虎就变成了现实 我想要辩解却不知道从何说起 承担得起 怎么承担不起 突然一人推门进来 把周诺打了个正着 谁啊 不长眼睛啊 门外是一个中年女士 却是穿了一身的奢侈却得体的服饰 他看着周诺 就像是看到了什么脏东西 我说小鹏啊 你从哪找来这么一个合作方 你也算是开过不少竞标会了 怎么这点眼力见没有 然后他没理睬周诺 竟只走到了主办方的旁边 被叫做小鹏的主办方 立马给他让了位 董事长 一个竞标还搞这么长时间 他翻了翻桌上的两份文件 直接把杨磊的丢了出去 这种东西还留着干什么 见出来丢人现眼 注意到杨磊和周诺还没走 他顿时有点不耐烦 愣着干嘛 还要我把你们请出去 周诺没被这么骂过 当场就哭着要骂回来 被杨磊一把拉出去了 小鹏 你也先回去 这里我自己来处理 一旁站着的人立刻就出去了 还贴心的带上了门 六 小晴 妈妈听你舅舅说你受欺负了 你没事吧 他这时才松下板着的脸 温柔的看着我 因为不愿意接受新妈妈 我没少给她甩脸色 在她来我们家的第一天 我就和父亲大吵了一架 还瞒着所有人 偷拿了家里一大笔钱 自己一个人去了外地读书 在这期间 我这位后妈一直在试图联系我 直到我和家里彻底切断联系 也在想方设法的找我 顿时我就有点难受 自以为最爱自己的人 往心窝里捅刀 真正爱我的 却一直被我拒之门外 舒仪 你怎么来了 她似乎不介意我的称呼 用手摸我的脸 这眼睛都哭肿了 哎呦 看把我们家小晴委屈的 我来看看你啊 你就说你最近一直精神状态很差 打听到你来这竞标 我就赶紧过来了 然后她又看了眼地上杨磊的作品 脸色顿时又不好了 似乎想隔空把杨磊和周诺抓回来打一顿 没想到刚好看到你被人家冤枉 这小姑娘年纪不大 说话居然这么难听 我没事的 咦 小晴啊 斩草要除根 她摸了摸我的头 你还是年纪太小了 心地又善良 总想着不把事做绝 她的手很温暖 让我想起十岁母亲离开的时候 也是这样揉着我的头 让我要听父亲的话 要照顾好自己 咦 我抬起头 落储是你旗下的吧 好像是我一个分公司 怎么了 她看着我 满眼的慈爱 如果我之后再被他们欺负了 你能帮我吗 她有点惊讶 当然可以啊 小晴你的事 我怎么会不管呢 我走上前 抱了抱她 小声说了句 谢谢妈妈 然后赶紧跑出了会议室 七 那天夜里 我难得从杨磊和周诺的阴影里脱离 睡了一个还算踏实的觉 没想到 第二天一大早就被电话声拖出了梦香 许晴 许晴 对面的人刻意压低了声音 但是掩盖不了声音中的急切 杨磊和周诺要联系几个媒体把你抄袭的事发到网上去 现在正在会议室 你赶紧过来一趟 我尽可能帮忙给拖延一下 估计是竞标的事刺激到了他们 杨磊和周诺居然想着装成弱势方 用媒体的方式先煽动舆论 再开始打官司 那样就算我最后胜诉 网络暴力也会将我定死在耻辱柱上 轻则成为我设计生涯的一个污点 崇则让我永无踏入设计行业门槛的可能 想到这 我不禁一阵心寒 如果不是李世雅给我透露了消息 我还真可能啄了他们的道 我拿着早已准备好的东西 搭着砖车一路飞驰到了洛楚文化 看着这栋熟悉的建筑 内心竟然连一丝怀念都没有 然后我踏着稳健的步伐 带着我的保安一口气来到了洛楚文化的门口 公司里的人纷纷看着我和我后面的保安 我没管他们一样的眼神 直接让保安一脚踹开了会议室的门 那扇沉重的门摔在了墙上 里面原本嘈杂的讨论声 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 我这才拿下脸上的墨镜 几位聊得挺开心啊 许晴你疯了是不是 周诺第一个站起来 楼底下的保安怎么回事 这种疯子都能放进来 你们在讨论抄袭的事 我笑得张扬不知道谁告诉你的 但是没错 周诺站起身 你就等着名声扫地吧 那可说不准 我的眼神从在座的媒体脸上滑过 在座的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了 如果传播了什么不实的消息 有多少家媒体盯着你们的位置 你们心里应该清楚 眼见着媒体人脸上的表情 都有微妙的变化 周诺一拍桌子 许晴你别在这里装枪做事 你抄袭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他们凭什么不敢爆料 许晴念在我们还有旧情的份上 你把抄袭的事认了 在网上发布声明道个歉 周诺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我们还能勉强让你回来上班 杨磊不像周诺那么激动 只是在后面默默的补充道 不是吧 我眯着眼睛 杨磊 这才过几天 你已经开始找借口让我回来了 真不知你还在逞能些什么 杨磊冲媒体人挥了挥手 今天就谈到这 到时候我请大家吃饭 他量我也打不出什么能反盘的牌 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 既然你们谈完了 那就请两位出去吧 接下来该我谈了 哼周诺发出了一声冷笑 许晴 你脑子烧坏了吧 该滚的是你 我故作惊讶 哎呀 我没跟两位说吗 然后把两份合同丢在桌子上 你们已经被辞退了 这是通知书 就凭你 没想到你还有点演员的天赋在身上啊 周诺连一个余光都不愿意停留在那两张纸上 倒是杨磊去把合同拿了起来 神 你 你怎么会有董事长的签名的 我很少看到杨磊这种失态的样子 觉得有点好笑 那么现在 已经是失业人员的你 有什么把握让全公司上下听你们的呢 不 不可能 周诺原本完美的笑容终于出现了裂痕 颤抖着拿起桌子上的合同 声音都开始变了调 怎么不可能 我看向在会议室的其他人 然后按下了一个语音 许晴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 一律案董事长最高指令执行 原本就已经动摇的媒体人齐刷刷的站了起来 随后有人向我递了名片 没想到您是徐总的朋友 这是我的名片 刚刚有所得罪 还请您别放在心上 我们公司一直很敬重贵公司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和贵公司有一次合作的机会 第一颗石子丢入了死水 一个又一个 其他的媒体人也站了起来 向我递了名片 徐总 我们公司也一直很看好您 徐总 我们有很好的资源 不知道能不能得到您的投资 顿时所有媒体人都围在了我的身边 杨磊和周诺被晾在一边 都安静一点 我看向周诺 对了 周诺 别忘了 过两天我们法庭见 毕竟 飘窃犯可是要被设计圈锋杀的 我从名片里抬起头 对不对 你别以为判了个董事长的关系 就能踩在我头上了 周诺脸色惨白 却还是勉强企图找回自己的架子 你是董事长的朋友 收买一个公司的人不是轻轻松松 只要我投稿日期在你提交设计稿之前 你就别想洗清剽窃的罪名 好呀 那就法庭上见咯 许晴 许晴 杨磊扒开那群媒体人冲到我的面前 许晴 我错了 我是瞎了眼才被周诺骗了 许晴 我是爱你的 你知道吧 我是爱你的 周诺还在嘴硬 杨磊已经被吓得直接跪在了我的面前 你是爱我的 是的 我只是一时瞎了眼 许晴 你不会真抛弃我的 这个公司是我们一点一点经营起来的啊 杨磊一脸哀求的看着我 似乎是在对我进行挽留 又似乎在给自己增加信心 杨磊一旁的周诺发出了尖叫 是吗 那我就告诉你吧 那个电话是我合成的 这个合同也是仿的 本来就只是想吓吓你们 让员工说实话 我这话说的真切 甚至还做出要扶起他的样子 那就好 杨磊的表情终于有所好转 好就好 他慢慢扶着桌子站了起来 全身又好像没有力气 软软的倚靠在一旁的桌子上 然后他抓起旁边的玻璃花瓶 直接向我砸了过来 许晴 我要杀了你 在场的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 我只感觉抬起的手一阵酸麻 然后就垂在了一旁 钻心的痛从浑身上下传来 看着杨磊因为激动而染上血色的眼睛 他还在因为刚刚那一下而狂喜 仿佛是一个愉悦犯 我抬起另外一只手 在所有保安拦在我面前之前 一巴掌就扇在了他的脸上 杨磊 自他和我分手后 我第一次在他面前落泪 我就知道 你从来没有爱过我 保护小姐 徐总 徐总 你没事吧 救护车 叫救护车 周诺惊愕地站在一旁 疯癫如他 也没有想到杨磊会做出这种事 周诺 保安拥护着我 路过他时 我丢下一句 放心 你们俩 一个都跑不了 八 我的伤很重 医生听说了当时的情况 都瞪大了眼 不明白 我是怎么还能有力气扇他一巴掌的 我因为缺血而扯着嘴角笑 然后就被送上了病床 推到急救室里去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 明知道杨磊一定会被我这句话激怒 却还是忍不住这样做了 不知道是在试探他对我最后的爱 还是妄想把那颗深深弯进骨头里的针给挖出来 我被打了麻药 迷迷糊糊就睡了过去 在睡梦中 我又迷迷糊糊看到第一次和杨磊见面的时候 这种材料很适合用在对承重要求高的室内构造呢 我看他在翻动着材料单 凑上去来了这么一句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没想到你也这么想 我正打算把这种材料运用在天花轿繁入的设计里 是吗 很有想法的构思啊 我肯定了他的想法 又补充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他原本只是肯定的点头 听到后来眼睛里都发出光 我侃侃而谈 最后发现自己说的太多了 赶紧用一句恭维的真想看看 你设计最后的成果是什么样的做了结尾 与其等着最后看 不如一起加入进来 怎么样 他笑着看向我 许大设计师 记忆中的自己婉然一笑 然后就是水滴落的声音 我睁开眼 看到一旁的吊瓶 后妈正在我旁边摸着我的头 见我醒了本来疲惫的面容 才有了些颜色 许晴 你醒了 是不是我吵到你了 想不想喝点什么 他看我眼睛还有眼泪 你爸爸已经往这边赶了 要不要我去催下他 我摇了摇头 拉住了他的手 爸爸遇到你之后 一定很快乐吧 他愣了愣 把我把扫在眼前的碎发扒了扒 你爸爸很爱你妈妈 我也知道你妈妈是个很好的女人 所以小晴你不用勉强自己接受我 不是的 我笑着说 我是觉得 你真的是个很好的妈妈 李诗雅你有必要穿的像是有人家办喜宴一样吗 我坐在法庭的观众席 因为我身体有伤 不方便直接做原告席 于是我的母亲代替我做了原告 当然有必要了 你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 我有多憋屈 现在终于能看到他们吃憋了 李诗雅激动看着台上的双方辩论 激动的仿佛在看一场动人心弦的比赛 就差大喊一身加油 不过他毕竟有点法律意识 知道那是扰乱法庭 这场官司几乎没什么悬念 周诺除了说一些死缠烂打的歪理 几乎拿不出什么证据 倒是我们这边一个个证人的证词 一个个有力的物证打得他不知所措 在这场一边倒的法庭上 法官最后敲下来法锤 杨磊因为故意伤害罪入狱 周诺因为剽窃和企图用舆论来陷害同行 而被艺术界上下议论 他们学校取消了他推免生的资格 还了他是有一个公正的资格 我终于和父母和解 但我爸一直不理解 为什么我突然就叫书姨妈妈了 大概这是属于我俩的小秘密了 在一切尘埃落定后 我没有再回之前的公司 当初他们见风使多的样子 让我觉得恶心 带着李诗雅找了个郊外的别墅 开了一家工作室 我放弃了以前擅长的建筑和室内 去学了些植物学方面的知识 主公景观设计 突然从繁忙的工作中脱身 重新投入学习 才想起来当初不顾一切 违背家里所有人的意愿 非要去省外学艺术 其实也是出于一份热爱 哎呀 这两天一直下雨 这时却突然放晴了 李诗雅端着蛋糕 放在了我的面前 看我在看窗外 来了这么一句 我笑了笑 是啊 终于放晴了